它具有四段升降的功能 那这个四段啊 第一段的时候它的高度大概11.5公温 第二段它的高度大概18.5公温 第三段是大概24.5公温 第五段是28.5公温 四段 那四段升降的这个每一个段落 有它独特的一个功用 这个用途 动态表演的第一项是三轮行驶 首先由雪铁龙汽车专业人员做示范演出 在画面上可清楚看见 雪铁龙Zantia以三个轮子轻盈地穿梭于骑海之间 连续过弯亦无损其平稳与操控 雪铁龙汽车能以三个轮子行驶的特性 令许多消费者印象深刻 其原理在于雪铁龙足测的 一压悬吊系统的超平衡作用 当车辆遭遇暴胎少掉一个轮子时 车身仍得以维持水平 利用三点层面的原理 驾驶者可以安然将车子驶离险境 此项特性除具高度安全意义之外 更印证雪铁龙汽车拥有超越一般汽车的平衡性 不仅行驶更加平稳 对于操控更具非凡的意义 我们特地邀请现场嘉宾亲身体验此意难得的驾驭经验 上场试驾的是真相新闻网的陈香被复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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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动态表演的第二项是高速过刀爆胎 表演前核心实业的专业技师正为表演用的刀台进行最后检验工作 核心实业总经理Mr.东文已参与刀台检验最后的确认工作 核心实业专业技师正驾驶雪铁龙Lantia有起跑点加速 正以时速一半公里高速通过刀台 爆胎 时速减低 但是Lantia仍以接近80公里的时速继续长进 这项表演并非特技表演 而是一般驾驶者可能遭遇的状况 模拟驾驶者与高速公路时速100公里爆胎 由于雪铁龙Lantia高平衡度 车子即使在高速遭遇爆胎仍得以保持平衡继续行驶 专人示范表演之后 邀请现场来宾上场试驾 第18节目 第19节目 第18节目 第19节目 第19节目 第20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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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